大家好,今天是4月9日,星期六 就不是出久了,而是中间要新闻不多和业绩 我想还要两个星期左右,现在是4月 差不多要到4月中打后才会到3月业绩 差不多的新闻现在在美股围绕着加息 我们稍后会用一些蝙蝠来说加息 加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反而在美媒方面 你说中国的消息,大部分大家都是说封城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新闻不多 其实我一向都是要找一些去怎么说呢 譬如一会给大家看一些组合里面 有时你真是赢了一至两个股票 有很多在美股里面,一只股票你可能赢了五、六倍 其他股票你亏了一半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那你就一只被掩盖了 这个经常都会出现的 我在看一些比特林奇的书 那这些书已经写在200多年了 即是他97年退了下来 即是不再做基因经理了 那后来才写 那他也说在他在任默哲伦基金的时候 现在说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是八多年的事了 他做了十三年了 他在97年退了 他说你好经过一年 你可以有三成多的收入 那这些已经是很好的了 即是如果你是基因经理 你已经是赚到消 那有时你一般的年份 有时你会虚量的百分之一 但是比较差的年份 你有可能是会虚量成半的 但是长远你把一个周期拉到三至五年 你都是赚钱的 其实你看到香港很多 譬如说王国英那些 你看到就消失了 其实差不多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数 你做得不好而熟会 就是那些人要做 你没有另一样东西可以做的 你只有卖股票 给他一些钱 那当你卖股票的时候 你的组合就会更加跌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个人投资者 是有些优势的 因为我可以守 好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组合 基本上应该已经见底了 你看到美股基本上应该短期内 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殊的 你说加息或者通胀 这个是预测 但是这次俄乌是令到通胀加剧了 这是事实来的 这是比较不期待的 但是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 很多都是不期待的 那你说今次中国这样的风法 我刚刚在早上在新闻看到 其实港走都差不多了 你看到台湾 台湾可能都差不多了 所以情况就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会说 在现在这样的时间里面 你买哪些股票 即是长又可以 短又可以 有些这样的股票 即是长远都比较合适 当然不是百分百 但是比较合适 稍后会和大家说 我在中间 其实我之前在港股 介绍过一只叫做福寿元的股票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直都有 订阅我们的收费项目 那我在这里找到 就是说 美国有没有呢 原来美国就有一间叫做SCI 它叫做国际殡葬服务集团 那它差不多是美国殡葬的龙头 差不多 即是你大部分都会撞到它 那它的东西也是很贵的 即是你做 要么就是火葬 要么就是做墓地 要么是火葬要么是墓地 那大家其实在 我有个朋友问 他说 可能他不是那么熟 或者是年纪比较轻 他说 这个火葬要烧一副棺 即是他可能没有去过这些场景 其实你不可以就这样扔一条咸鱼进去 你是有个棺木 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棺木是浪费的 因为一扔进去 差不多两分钟 那些木就烧了 但是那个意识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坦白说是赚到你少的 那现在来说 在美国因为地方大 还有墓地 其实很多都还有墓地 或者是用多少年了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这家公司叫SCI 国际品葬服务集团 那在美国来说 它是火葬或者是墓地 基本上它已经是龙头来了 你大部分时间都会撞到它 即是如果有先人过世的话 其实你通常都会撞到它 那接着我们会稍微说一下台积电的业绩 那其实台积电的业绩是好的 但是股价就令人失望了 那一会我们会说一下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那钻石狗没有什么动作 你看到即使联储局有些报导 就说可能今年 其实现在美国是加了四分一厘 就是它说有机会会加到三厘 你看到那个导致也不下跌了 即是俄乌战争也不下跌了 会拗上去 即是所有的 除非有额外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话你看到它也消化了 那是那钻石有时升几百点 有时跌百多点 那你看到银翼主要就是因为那个match match其实很多人都是低估了match 其实很多人都是低估了match match的业绩是做得很好的 其实是不差的match的业绩 那另外一件事当然是创科 那创科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加息周期 因为加息 因为Home Depot的问题 怕新屋销售会低 那通常你很难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你很难 就是 为什麽我之前说 你持股票一定要持三至五年 你在美股 那些人都算过了 平均年半就有一次股灾 年半至两年一定会遇到的 你买了再买是否可以 所以你看到股票市场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一年跌三四成是很限时的 你看看银翼就很清楚 半年之前 你知不知银翼的百分比是多少 是102% 你想想半年之后又是那些股票 业绩都不是差 它可以跌到30 所以市场是一个变化的市场 但问题就是 你不投资股票 那你又投资些什麽呢 那今天有读者问 可不可以买人民币的债券 他说因为加息周期 我说你加息周期买都买美金债 你买人民币债 人民币是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怎样估计都会这样封城 是吧 上海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你说整个上海 就是不要说整个上海 你今天跟别人说 整个中国封了十四个人 都没有人会怀疑你 因为他在做 今早见到广州都爆了 那广州昨晚 我在网上看造核酸的龙 基本上他驾车驾十分钟 那条龙都未完 整个中国废了 但是中国废了 对陀资电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为他用很多晶片 那问题是 你看到股价 就是业绩好股价不升反跌 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一会进去 那今个星期 就是下个星期我会放回 这个8月份的收费版 内网址 那大家下个星期 三晚进去看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SCI 那一会儿我们进去 会给大家一些资料 大家知道 那我都是 就是我都是新的 我都是在网上看很多资料 找很多资料 才能找到出来的 那接着会和大家讲 这个台积电 那今天主要讲这两个 就是我们讲之前 就有一两个新闻 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YouTube投资不记 就是120元一个月 每个月7至8个视频 内容就100%是美股的了 那先讲了指数 那昨日恒指就升了63点 那一千一百多亿的成交 那我也希望他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了 那些节目 你看一下 其实恒指和在这个疫情 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两万多的 大家都是两万多的 那大家都走过疫情 走过了整个疫情 那其实美国回复了 差不多已经是超过半年以上了 就是我朋友说 在加州他已经说 你在美国都 就是当然你说会有变种 这个他们都知道的 但是在美国来说 那个 就是那些人已经不是太过说 还有疫情 那在英国来说 都开始慢慢撕掉了 但是你看到香港还是有些防疫措施 中国再有些防疫措施 那变成呢 你看到那个恒指 经过了这两年 就是2021 2020 他跟那个 就是道指 是相距了一个万点 其实 万几点 就是相距了50% 你当它是2万2 不要当它是2万1 那美股差不多3万4 就是相距了接近50% 那问题就是 你那个股市不增值 其实你只是贬值 因为股市最主要看你所有 就是在成份股里面的市值 加上的数 就是不要管你赚还是蚀 蚀就蚀 蚀就蚀 但是你看到在过往的 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基本上在恒生指数里面的股票 其实它是没有增值到的 是没有增值到的 但是别人就增值了 你不要管它有没有水分 它那间公司里面的盈利 的资产是多了的 其实你就是比人家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年的时间 你慢了人家50% 50%很厉害 50%很厉害 因为人家现在3万4 你现在2万2 那就差了整个50% 他们当时在2020的起始 差不多接近一样 多指不要说 多指不要跟别人的NASDAB去比 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那个地方有没有增长是很重要的 那你多印钱就可以了 因为你多印钱的钱会贬值 最后就是一样 除非你对不对别人的货币 那你如果完全封闭式的 那你也不用搞股市了 所以给大家看 道指很清楚 3万4 那你2万2 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是一起在2万2左右上的 那大家看回一些图就知道了 那道指就 到最后咬上去 升了137点 科指跌有些理由 科指跌有些理由 那一会会跟大家说 第一个新闻呢 就是关于这些大的社交媒体 那今早上我看了几篇 美国 就是有时候你不是让得翻译 那就是直接看英文 对不对 那很多几篇大的文章 那其实那些文章都说得挺对的 那大家知道 苹果就有那个私隐 就是说 譬如你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 那些 那你想拿他的第三方 或者追踪他的资料 或者Cookies 那你得那个用户的批准 通常都不会批准 就是不让你运行 那这样 那所以很多都会 就是他们会认为 Facebook 或者Twitter 这一类 社交媒体 基本上有了这些私隐条例之后 你很难去下广告在上面 你很难去拿到回报 甚至有一些广告商就说 就是我扔了钱到Facebook 根本上我都拿不到回报 但是他说我扔了钱到Amazon 他说回报就几天 就已经是订单数回来 那有哪些是不受 就是譬如Facebook 大家知道Twitter 就是一向都虚钱的 譬如说Facebook 这一类 他是要 整个经营的模式去扭转 大家要明白他没有电话 他只有一个应用程式 当你的收入很单一制广告 当你的广告无效的时候 当你的广告无效的时候 就没有人没下广告 那你多少人用都没用 因为你的广告无效 是吧 Twitter不止 Twitter一向都是虚钱 我不知道为何Elon Musk会入股 但原来有一些公司 没有受这些条例的影响 譬如Google就没有了 因为Android是他的 YouTube就没有了 是吧 另外呢 苹果当然没有了 一个手机是他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Amazon也没有 即是Amazon也没有 你下广告在Amazon呢 Amazon的回报是很好 即是你下广告在Amazon里面 卖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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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很快就有人会找到你 因为Amazon本身是卖东西 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Amazon本身是卖东西的 所以那些人就进去找东西 其实 因为Facebook本身不是卖东西 Facebook本身不是卖东西 所以它可以锁去第三方敏感资料 因为你不是卖东西的 你是一个应用程式 你要得人准才可以 但Amazon你不可以加 因为Amazon本身就是卖东西的 那YouTube就没有了 YouTube本身就告诉你 我是有广告的 譬如你说 苹果的 苹果手机是不在此限的 苹果的系统是他的 当它是盈利的时候 它自然就不需要 就可以绕过了这件事 为什么譬如说Facebook那些要跟 因为你本身的应用程式不是卖东西 你是个社交媒体 那你就要问人准去 但如果你本身卖东西 你不需要 所以问题是 现在的人就说 Amazon 或者苹果 或者Android 就是Google 或者YouTube 其实收入会更好 因为那些广告都集在那里 我也同意 譬如你说Facebook 或者Twitter 其实基本上你要想过计 就是Instagram那些你要想过计 你多人看没用的 你没有广告收入就收皮 是不是 你多人看没用的 你都没有广告收入 它不像Match那些 Match那些就是你想找对象 你上网 最重要是你Reach得多 是不是 它不是靠广告收入 虽然有广告收入 但主要是你订阅 用它的服务 但Facebook不是的 Facebook真的是靠广告的 你可以免费订阅Facebook 你用一些功能才收钱 所以问题 我们打了Facebook 我们加入了苹果 有苹果和Google 我们暂时是可以的 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另外在加息周期 在加息周期 其实是每样都贵的 所有东西都贵了 今年有说 联储局甚至可能会加息 加到总共3厘 现在加了4分1厘 其实是很多 但是问题是 哪一类股票会比较好 哪一类没那么好 如果在加息周期 即是每样都贵 简单说一句 那这些超市股一定好 幸好我们在鑽石9 我们是卖了Wallmark 但加上Costco 所以我们也是升的 基本上 其实Wallmark是升了很多 由我们140多元 现在升了10多元 但是我们买了Costco 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 除了这类之外 在加息周期里面 零售股是会好的 香港例外 因为香港一直防疫抗疫 香港例外 大家千万不要弄错 香港和中国例外 因为你一直防疫抗疫 就什么零售都没有 但在美国来说 那些零售股 大家看到的零售股 已经上升了 那哪一类 特别是能源 例如电力等 那些一定是好的 加息周期 加息周期 怎样都好 跟能源一定有关系 能源一定有关系 那哪些没有理 因为工业就没有理 为什么没有理 因为借贷太重 你加息便还多些 你借钱便还多些 是吧 其实银行也有利 某程度上 银行是有利的 你做的那些 personal loans 那些是有利的 或者个人理财 那些是有利的 那大家要知道 你如果一些 借贷太严重的公司 在加息周期你说 就很大问题 因为你加2厘多 其实他的负担 根本上你的利息 被别人拿了 而已 你的盈利便去到息 所以大家要 看回你自己的组合里面 一向我们都是 借贷太严重的 那些我们都不买 借贷太高的 那些我们都不买 好 那我们进去说台积电 那其实台积电 你看到为什么 令一些 譬如我们都拿去台积电的失望呢 原因就是说 他的营收是座身高 但是问题 现在有两个前面 有关的增长 或者使用的问题 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今年你都未必会回复到 你打到这样一款 是不是 那俄罗斯更加被人制裁了 无论whatever 怎样都好 短期内 是不会跟俄罗斯做生意的 那俄罗斯是用很多晶片的 因为你卖东西给他 那些东西是要晶片的 那当你不能够卖东西给俄罗斯的时候 那又怎样 那便没了订单 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这样的风法 根本的厂已经走光了 那些厂已经走光了 那些东西就费了武功 你现在下单在中国做 就是做这些 Telecommunication的Products 或者其他Products 是全部费了武功的 因为我们也计算过 无论如何都好 整个中国 如果你说广州那些 现在才开始 就更糟了 你广州现在4月才开始 那5、6、7月到8月 整个中国今年就玩完了 基本上是 那玩完了 关台湾有什么事呢 关了 因为它用很多台湾晶片 因为台积电在中国 是有做28纳米以上的那些晶片 那就会怕影响了台积电的营收 主要问题是在这里 主要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问题 对于台积电来说是有影响 但是你看到 为什么 譬如今年第一季 其实已经3月有影响了 你看到台积电的营收 都会升得这么好呢 大家看到它的营收 为什么会升得好呢 主要是因为5G的手机 和电动智能车 电动智能车是一件新的 5G手机是旧 电动智能车是新的 多了单浪给它 无论你是由高通去也好 或者是由Intel去也好 它要做到那些电动智能车 或者是5G那些 其实你的原证都是要找台积电的 你一去到那些8纳米以下的那些 你就找台积电的了 所以台积电的表现是 它是立即反映到全世界的状况 你看到它还是跌了1元的 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5年台积电的图 它好一些有2年息 你看到PE很低 24倍左右 所以台积电是一个长的股票 持有长的股票 你看到那5年它升了2倍 但是你看到中间它也不是一番风唇 你看到在2017年到2020年 其实都是升了20元而已 但是它一上升就很厉害 所以我们会继续持续 大家都可能要给一些耐性 是吧 那我们看回它 无论是环比 就是说对比一年前的营收 升了17% 如果你对比一季 即是今年的第一季 和去年的第一季 那还升了35.5% 那因为有其他的单子 加进来 当你越做得精细的时候 你就会抢了别人的单子 即是无论你是 它现在最大是苹果 应该我没记错 苹果 那接着应该就是NVIDIA 所以问题就是 无论你看到台积电也好 NVIDIA也好 你看到他们的股价都很疲弱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中国风势 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状况 那这些状况你一定 就是你原先 譬如你做开手机是给俄罗斯的 你都没得给了 都没得做生意 那这个情况一定是短期受压的 那大家可能要忍耐一段时间 好 接着我们就讲这间SCI 这个国际殡葬服务集团 大家都知道这一类的公司 不是说你想开就开的 这些公司你要得到当地政府批准 才可以开的 因为你拿了一些地 你又要做一些火葬 然后你可能拼购了其他公司 然后你可能一路拼购 你就变成了一个垄断 那在SCI 它叫SCI SCI也是一样的情况 没有大不同的 那它也有很多事情要跟这个美国政府去谈 很多时候都会跟那些 在收购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甚至有时候跟那些客户有些拗叫 有些拗叫 你是垄断的 你收得这么贵 对不对 不行的 没得选择 那去当地政府被人告他 也有的 那国际殡葬集团是1969年的 即是我老他一点 我老他一点 那其实大家看到他在过去的五年 就升了1.2倍 1.2倍 那最近这两年的上升 就是因为那个COVID-19的 因为COVID-19 所以就死得人多 那所以 真的这个股价呢 就做得挺好的 就是这几年是 那其实一向来说 这一类的殡葬公司 它都是有一些垄断的 就是你没什么可以选择 譬如香港大家都知道 是有几间的 其实香港是没得选择的 当人口越来越老化的时候 这一类公司 其实它加价就 没有什么限制的 基本上它是没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法规的规管 但是你可以投诉它 就是你加的很贵 但是问题是 没有什么实际的法规规管 都是靠它自己 那当然美国不仅仅只有一间 但是问题就是 它是龙头 就是接近拿了几成的市场 那么大 那你很多时候 如果有亲人或者朋友 要做这些殡葬服务 要是火化 要是去墓地 你很难避免地遇到它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分析过福寿园 这间国内的殡葬公司 股价是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它会下跌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刚进去看它的业绩 它的业绩 都是升了十多百分 但是你看到国内的公司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它无论业绩多好都不升 但是别人是升的 所以国内的那些 你不能用业绩去计算 它根本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是很难去卖国内的股票 它根本无论如何都好 它反映就反映 比如你看到美团的 它一直涨 但它一直是蚀钱 但股价可以涨上去 跌了就涨上去 但是你看到这些赚钱的公司 它一直都做得好 但是你看到股价是不升的 所以这些我不买的 根本它就不是一个自主的生意 它完全是被政府控制了 根本是没得买的 这些股票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CI 你看到它在美国 基本上 它主要服务的地方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深色点就是火化 那浅色点呢 我不懂读歌词 这个是墳墙 那就是浅灰色点 你看到它的火葬墙 就有1471个 那墳墙就有488个 你看到美国都打光了 你看到差不多 大部分美国的一些 就是最 差不多你看到每一个州份 都有的 其实基本上 有些州没有 但是 你看到下面 右下角的那些 基本上是密了的 它是可以贴着这个S&P 你看到16至20年 它是贴着S&P 每一年 大约是10%左右的回报 加上股息 它可以给你 它有两个 它一向都是收购的 其实 它在这个97至98年的时候 它曾经很厉害的股价升到 一天就不断去收购 收购完别人之后 就在那里开业 甚至去到澳洲 和欧洲 和英国 但是当然 它那时候是爆了 股价由几十元跌到一元 跌到一元 后来公司就学正了 就是慢慢搞了 债务之类 由98、99年爆破之后 到现在 基本上股价都没什么大跌 没什么大跌 就是财务是比较稳 但是其实我也是 嫌它的借贷比较高 当然还得起 但是我也是嫌它高 它有两个最大的品牌 我们叫做品牌 在北美 在北美 它已经是最大的火葬牆 和墳墙的提供者 一间就叫做Dignity Memorial 另外这间就是 大家看到是在北卡罗罗纳州 那就是做这个5号地 这个就叫Natun 火化所谓 这个叫Natun 这两间都是它收购的 我找不到最近的价钱 我在上网也找不到 这个我找到就是2015年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报道 就说2015年的火化价格 就一千元美金 那附近的SCI网点 最少都要千四元 追悼会的殡仪服务 全国军价是三千三 我想现在不会的了 可能现在是五千都不出奇了 比私人公司贵三十以上 那传统这个葬礼 SCI平均收六千二百五十六 给其他公司 不计棺材 就是真的不计棺材生地 给其他公司贵这个42% 那现在这个应该是不准的了 所以很多都投诉它 喂豆你打光了 是不是才对 因为它大嘛 它大你没办法的 你一定要找它 你自己做不到的 对不对 就是比如发那些卡 你一定找到墓地和棺材 一定是的了 你不会自己去搞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当时都 六千多美金 就是四万元 墓地和棺材 已经加了十几十万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照片 那这一类的笨状公司 除了你要是龙头之外 有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婴儿潮 如果现在算下去 去到今年为止 当时美国的婴儿潮 最劲的那班人 现在就是67至77 67至77 那所以大家心中有数了 那因为那些人都长命的 那这个时间都是 就是一个合息的时间 就是合息都快要死 那意思 那美国每年的死亡率 大概是比一年 比上一年平均是升1.1% 那但是这两年例外 就是不计这个COVID-19例外 COVID-19是把死亡率拉高了很多的 一般来说就是每年升1.1% 那给大家看了那些 最多去到2020年 但是我们稍后就会把那些数据加下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个蓝色 下面那层蓝色就是火化 那上面就是毛地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15年至2020年 基本上都是逐年这样 就是慢慢慢慢这样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1.2% 1.2%这样增加的 那这个就是纯利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纯利来的 那我觉得有个pattern很怪的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它在每一年 就是每一年呢 最尾那一季呢 就是那个死亡的高峰期 大家可以看到呢 刚刚17年最尾呢 你看到纯利就升到很高的 接着18年最尾呢 纯利就升到很高的 19年也是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呢 譬如2020年 2021年就不是了 就突然间很高的 因为全部都是1.1% 因为有COVID-19而已 那这个呢 就是它十年 这个就是个十年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纯利呢 你看到那个pattern呢 就是说 17,18,19年呢 是高过之前的 但是无论如何 13 除了14之外 15,16也是高的 接着17,18,19也是高的 但是2020年呢 就由2020年呢 一去到中段打后呢 就升了 为什么呢 因为COVID-19 所以你看到 平均来说呢 你看到它的纯利呢 都是正在升的 但是大家要小心 因为过了2021年之后呢 它有机会呢 是跌回到2017年 或者2019年的水平而已 因为没有了COVID-19 这个大家要小心为了 我们看一下它 在2021年那个业绩 那么这个火化呢 那个收入呢 就升了11.8% 那么下面那个 就 墳墙墓地呢 就重劲 升了23.38% 但是如果以 计算那个 就是 exact amount 来说 因为它这个是以百万计的 百万千万亿万 那这个呢 就 火化就20亿 就是收入就20亿 就墳墓墓地呢 就18亿 其实都不是相距很远的 那这个已经是adjusted的了 这个已经是经调整后的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2021年呢 那个 beforeadjusted 就是这个经调整前呢 它是41亿美元的 那么我们之前2020年呢 就35亿美元的 那就是说呢 它在这两年呢 都是每年有 7-8%的增长 那我帮大家计算了 2019至2020呢 那个收入就增长了8.7% 但是一有COVID-19 那收入增长就18%了 那顺利这个是调整前 那顺利 19至20呢 就升了四成 但是2020到2021 就升了五成半的 那手头现金呢 就有2.68亿 那这个呢 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地方 手头现金呢 有2.68亿 那我再计算一次 千万十万八万千万亿 2.68亿 那长债呢 就有39亿 它那些债呢 那个 票据呢 的息很高的 差不多 6-7-8厘 那样 我就当它8的了 全部 我当它8这样计的 那大家 现在 因为刚才那个是 经调整前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 就是它的经营活动 产生多少现金 去计算呢 就最清楚了 就是有多少现金 不计算金 那些 就是投资 扣除了去收购 那类不计 大家看到在 19 2021 经营活动 就是做这些笨状 产生的现金 是由6.28 增加到8 增加到9.2 增长是不错的 你看到 每年都有十几%的增长 那每年还的 本金和利息 就是6.6亿 那能够给的 但是问题是我不喜欢 因为你看到 不小的 它差不多佔了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 差不多六成 七成 这是我不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 在我的名单里面 一个最最高的选择 或者未进到最高的选择 在我来说 暂时来说 都是Costco Costco 是最好的 暂时来说 这个大家可以定住 看回收入 墓地 墓利 这个我就不重复了 所以我帮大家做了一个 简单的recap 它的纯利率 19年是19.44 2020是22.9 2021年是22.38 没有什么跌 因为2020年都死了很多 那你产生现金的增长呢 2020年是28% 2021年 因为2020年已经很厉害 只是再增长到14.4 大家看到下面的PE是多少 14.71 它有股息的 1.44 有读者问PE和盈利增长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的纯利增长应该是一年计的 一年计的 因为你做生意做一年 你不是做三个月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环比这么重要呢 你看一间公司有没有减慢 譬如第四季 产生的现金 做的生意是低于第三季很多 除非有季节性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那间公司 这一年计算是低于 很重要的 你问我 PE和盈利增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大关系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PE 简单说PE的意思就是 你投资了一块钱的公司 你需要多少年才拿回本金呢 你拿回本金就赚了 如果14.71就是14年 简单说 当PE越大 你要收回本金的时间就越长 但是PE是不是越低就越好呢 就不是 因为当它去到太低的时候 就是那间公司没有增长 没有增长 没有增长有很多途径 要是很多原因 要是公司的营运模式 生意有问题 要是公司已经不会 用太多钱去增长 那就变成派股息 派股息也是一件好事 派股息 或者是做回购等等 所以正常一般公司的PE 应该是等于它的顺利增长 因为公司的顺利增长 快与慢是直接影响你的回本期 是吧 你公司的顺利增长 快与慢是影响你的回本期 所以一定是和你的顺利增长 是有直接 应该说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但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说 你公司接着用多少钱去投资 我说是顺利 因为你可能接着那一年 我用了一半的顺利去投资 那你就少了些钱 所以它不是一个 绝对正比的关系 但是它应该可以反映到 比如说 之前的科技股公司 它那个PE可以大个顺利增长一倍 大个一倍 因为市场上觉得它的增长会很快 但是我也是不推荐买太 就是相距太远 简单说一句 现在的 刚刚在2021年的 产生现金增长是14% 那你说现在买14%呢 不便宜也不贵 但是如果现在是 PE是28%呢 就一定是太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行业 已经是一些很成熟的行业 你已经是monopoly一段很长时间 不会突然间多生意 是吧 这些生意是COVID-19才突然多 那你每年是8-9% 8-9%这样上 接着它再加价才为之合适 除非我将公司扩展到欧洲 扩展到澳洲 但是你的资本开始就大了 是吧 所以问题是大家要知道 PE和这个顺利增长的关系 它们一定是成正比 但是未必是direct的proportional 行不行 如果你说和这个顺利增长无关 那和什么有关 是吧 你的股价和顺利增长有关 没有搞错 所以没什么人看顺利增长 是很奇怪的 我说的是顺利增长 不要跟我说收入增长 我不听这些 我不听这些 产生现金也是 你最后产生现金而已 你不会飞一辆车进来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产生现金 你可以拿一些现金 在下一年 拿了一半去回购也可以 你去买另一间公司也可以 你买另一间公司 投资失误也可以 所以问题是大家要知道正比的关系在哪里 SCI不在我最初的买入 list里面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它的债务太高 但你说它是不是一间稳妥公司 正常应该是 除了债务是比较重 因为他们也不断买那些 就是美国很大的 不断买那些小的 比如火葬墙 买那些墓地 买那些花牌 这一类的公司又不断收购 这样撞大自己 在美国经常也是 所以它也是 就是 在我观察名单里面 你看到它和那个 PE和纯利增长是一致 那就是说我现在买没有便宜 但是买股票 我们一定要 侵入一些 有机会 就是 成长率很快很高的公司 大家看到鑽石狗里面 其实你看到美股只有两只下跌 一只就是穆迪 一只就是NASDAB 其他都是升的 你看到Costco 在半年期间是升了三成 但你不要忘记 这半年 就是过去的半年 大家看到我们在去年9月买 其实是很惨的 这半年是很伤的 这半年科技股又跌了 什么都跌了 又打仗 又加息 那你看到Costco 真是一只很好的股票 那现在贵不贵呢 Costco 稍微贵了一点 稍微贵了一点 那如果大家现在买入的话 你就要预售一段时间了 那所以你看到鑽石狗 就164%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美银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就去回这个65%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刚才说了 那美银的50万美金投资仓 大家看到是七成的 那虽然在今年跌了11% 但你不要忘记 我们从2020年 从2020年的1月 2021、2022 即是两年多 我们还升了七成 两年升七成就可以了 是吧 我想美股 即是如果只有这些因素 应该见底了 应该见底了 那但是你要慢慢 逐个逐个这些因素 除去再 那股票才会慢慢升回 那第一个呢 我估计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跟着呢 就是加息和通胀一起的 那跟着呢 就是美中国不封城 就是这个 乌克兰慢慢 因为它要回复国家才可以买东西 乌克兰不少人的 四千多万人的 那但是问题是 各个国家打成这样的话 又要那些人回去 又要重组 这些没有一两年都搞不定 那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 大家要给点耐性 是吧 为什么我们说 你持股票要三至五年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当然了 如果一间公司的基本面是变了 或者是真的做得很差的时候 你就要果断股出 这个肯定的 不是说死渣烂渣就有用的 一定要每一季都看着业绩 所以我们说 你最多就拿八只股票 已经是最多 我今天今早看比特林奇 也是这么说 他说 你最多就是观察八只股票 不同行业 你八只股票是同一只行业 是没意思的 那最好呢 你只是买五只股票 五只股票以内 同一时间真的拿着 大家看到我们拿着四只股票 那我们两年是增值了七成多 跑赢了很多基金经理 已经是七成多 跑赢了巴菲特 巴菲特两年没有七成 那什么都跌了 现在这些股票 什么都跌干 跌正的了 所以不是多就有用的 是有用才有用 好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今个月的环球投资日子 就会说Lusotica 跟着煤气和港湾 我会一套地说的 那如果还有这个蝙蝠 就会说这个 美国的地产收租股 三元 property 我们的网址 那我们两类型的项目 那免费的就有 香港财经R 美国财经R 在YouTube channel 那跟着有我们的 投资日子网址 那收费只有两项 那一项就是你现在听的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那另外一项就是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子 PDF文字版 那收费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凌光幕 那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 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 今天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